我是Sunny, IT 藍莊的 Assistant Merchinalizing Manager 今次會和大家來看看秋冬 2015 藍莊的特色和風格 秋冬 2015 藍莊的特色和風格 秋冬 藍莊其中一個特色和風格 看到會多了很多長褲 在顏色方面除了一向好賣的黑白色之外 也會有些新的顏色風格介紹給大家 例如橫色、卡奇色、灰色的色調 首先和大家說一下第一套配襯的方法 黑色始終是一個很重要的顏色 你會看到在我身旁像Julius這個品牌 它一向都以暗黑的風格為主 今年它會推出一些長褲 要用皮革來做特點 加上一個很紮身的一個企領的剪裁 會顯得個人更加修長 除此之外 裡面可能簡單地搭配一件黑白色 壯色的一件長身T恤 一條紮身的牛仔褲 那就已經有一個很好的打扮 鞋方面可以搭配一雙BOOT 這樣就可以打造一個型格得來 但又有斯文的感覺 另外一種打扮方式會比較街頭風格 你會看到我選擇了的 會是一件來自美國品牌的一件 叫STAMP的T恤 會比較寬鬆些 就會襯托另一個品牌 它會比較街頭風格 你會看到它會用了很多 迷彩、Kaki這個色調 再加上它最獨特的一個 斜角的一個 烏印的效果 顯得更加有街頭風 以及更加獨特的 下身方面 拿回一條簡單一點 淺色洗水牛仔褲 去襯托整個造型 就不會搶上身的獨特風格 這條淺色洗水牛仔褲 這條淺色是來自日本的品牌 Mr. Gentleman 它會比較簡約 和休閒一點的風格 鞋方面 也會選擇一雙行山的Mountain Boot 會以橫色為主 配色方面 可以配上一個白色的背包 會令整個造型更加突出 你在收看的是Sea Fashion